推广全民运动学校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育场所 因应毕业季的即将来临 为了让国小学生在生活中之前 能够有正确骑乘自行车的观念 大理市的立新国小是特别举办了一场自行车认证 校方请来了专业人员 前来指导骑乘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的安全事项 还有基本的维修知识等等 而另外这288位的毕业生也来到投遍坑西自行车道 进行骑乘的体能挑战 并且享受沿岸美丽的风光 老师认真讲解着遇到车轮破掉的危机情况该怎么处理 底下这群学生听的可是津津有味 为了让毕业生在身上国中之计 能够加强自行车的基本知识 立新国小特别在一号这一天举办了自行车基本能力的认证 就是请自行车协会来帮我们讲解小朋友应该怎么样来了解自行车的构造 还有自行车的简易的DIY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在骑乘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骑乘前或骑乘后应该注意的 需要戴安全帽 需要补充水分 然后在刹车或是间济之间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 这次一共有288位毕业生参加能力认证 学校除了安排三站的课程讲解 包含了自行车构造 简易维修等等 另外还有安全交通大考验的有奖问答 让学生们是收获良多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怎么修理脚踏车 然后让我们更认识脚踏车的构造 会不会以后骑脚踏车会更注意安全 会 所以就是学习到脚踏车是什么结构 然后还有可以那个就是如果脚踏车坏掉的时候 还可以怎么修理 觉得很有收获吗 除了向内课程 最后一站教学区则拉到校外 让学生们实际骑乘自行车 毕业生们也因此留下个难忘的回忆 因为我们已经六年级了 然后学校让我们安排这个活动 一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风景 二来可以让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全长10.5公里的距离 对小朋友们来说虽然是体能的一大挑战 不过沿线还可以欣赏到 投遍坑溪的自然景观 另外小朋友对正确骑乘也能更加有概念 记者林佳佩中线采访报道